纽约理工学院从07年开始就和南京邮电大学合作办学 这月他们不但迎来了南京三院的留学生 南京邮电大学的管理层和教授们也由日前抵达纽约 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教育交流和维系 近年来教育改革和体制创新是中国教育界探索和研究的热点 南京邮电大学为此也派出了一星16人的访问团 参访了一起合作办学的纽约理工学院 能够学到美国高等教育当中一些比较好的 能够在中国试用的一些经验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提高教学质量 开阔了视野 开脱了思路 美国教育系统有很多的优势 同时这个中国的教育系统也有它的优势 比如说它这个基础非常非常扎实 然后它这个非常严谨 对于中美两国教育上的差异 在南京分院完成了本科阶段前两年学习的学生们最有发言权 你觉得美国这边的教育方式和国内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的主题思想就不一样 这边更强调一种相当于师生之间平等对话 然后在国内呢 主要强调最好像老师灌输学生接收 中国是偏重于考试型的 然后美国是偏重于学习型的 在美国这边的话 我觉得课堂更加开放 你更喜欢哪一种 至少目前还没适应美国上课模式 毕竟中国教了二十几年过来了 我更加适应美国这一方面的教育模式 更适应美国的这种教育方式 更喜欢美国的这种 开始已经慢慢喜欢上美国的教育方式了 显然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差异不小 在中国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 到了美国之后究竟表现如何呢 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各有所长 合作办学能够让双方取长不断 目前纽约理工学院的南京分院 一共有一千多名在校生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来纽约 或者留在南京完成本科阶段 后两年的学习 该校管理层也透露 明年将正式启动 美国学生到中国校区留学的项目 如果你有机会训练在其他学校的学校 像在中国 请你去中国 我会选择来的 它是一种非常富有的国家 它是非常富有的国家 它不是很软的国家 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在那里 我认为这种学习比较多 比较多的学习的 学习的什么是出版的 当然 那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有不同的学习的 我认为它会选择来 学习其他学习的 这样的教育模式呢 使两国的师生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相信随着年轻一代 经过流失生活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 中美两国的友谊之路 也会更加宽广和平坦 美国中文电视 谭林 陈少峰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